而在这次大地震当中 在礼玉坛旁边的玉山神学院 建物多处受到严重的损害 在县议员魏嘉贤引荐之下 台积电慈善基金会提供建物修缮协助 为期数个月的修缮工程快完成了 台积电的经理荣一红和县议魏嘉贤 也在玉山神学院院长的陪同之下 一起了解建物的修缮情形 0403强正后 位于花莲礼玉坛旁的玉山神学院 建物多处受到严重损害 除了路面及校舍建筑物的墙面 多处出现大面积的破损及均裂 其中校舍下方地基掏空的问题 更是让人感到触目惊心 在花莲县议员魏嘉贤的引荐下 台积电慈善基金会也为此提供了 建物修缮协助 那我们当时候也是特别关心到 玉山神学院整个因为地震 受损的一个状况 那今天看院长已经有笑容了 然后很多的一个绳子人员 在这里的部分都可以比较安心跟放心 那我们真的还是由衷的感谢 台积电慈善基金会 跟所有的营造厂的朋友们 来到花莲 挹注这样子一个 赠灾修复的一个工作 强正过后 台积电主动从台湾各地 调集营造业者进入花莲 并出资为经济弱势家庭 及慈善非营利组织修缮房屋 迄今为止已经有超过450户的民众及单位 获得建物修缮援助 而玉山神学院起初因经费有限 还曾一度烦恼该如何进行大规模修缮 在这种关键时刻 很感谢卫议员及台积电出面援助 让学院得以恢复到安全的环境 继续专心投入教会 社区及援助民族的日常服务 记者徐立琴送方箱报导